創意給人的印象是正面的 胡思亂想給人家的感覺是負面的 那麼如何區分這個創意是胡思亂想還是真的是創意呢 這個問題本身我會建議稍微修正一下 因為這個問題的definition不太正確了 沒有胡思亂想跟這個叫做創意 什麼叫做真正的創意 其實創意就是要去摸索一條路出來 現在的企業最怕的就是講究錯誤的對 但是不敢接受絕對的錯 正確的錯但是不敢接受那種模糊的對 意思是什麼呢 當我們要說真正創意的時候 它永遠是模模糊糊搞不太清楚 就是好像這樣好像這樣 就是實驗室裡面你正在做的那件事情 所以這種好像這樣好像這樣的時候 大部分人都說你胡思亂想 愛因斯坦在說相對論之前 是不是大家都說他胡思亂想 所以他必須要等到他通通想透了 他說1等於mc平方 大家都說那你沒有胡思亂想 問題是已經幾十年過去了 所以我想真正認真要做創意 永遠都是讓人家看起來胡思亂想 並不是他錯 而是他沒有辦法證明它對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